《追夢》 其實《追夢》這個名稱 很多人都覺得要堅持很重要 勇氣也很重要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相信 你要去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那你就會堅持到 還有你就會有那份勇氣去追夢 因為我自己都有想過 究竟是否真的有能力去全職做一個歌手 但到最後我相信自己做得到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樣做 而我選擇了這樣做的時候 我就會去堅持 還有我會有那份勇氣 那份勇氣是大於任何東西 去追這個夢想 其實我都有很多老闆 我覺得自己 我身邊所有都是我老闆 我自己覺得 對著老闆 其實我會當 所有自己的同事 或者 首先我會當自己的同事 是一些朋友 不希望有些很特別的甲膜 但對著老闆 當然要有禮貌 而且要第一時間看到她要喊她的名字 那 那有什麼不可以做呢 就是 不可以讓她看到你透懶 一定 而且在老闆面前 要常常假裝到 我很勤力 也不是假裝的 即是你很勤力 之後 因為老闆是最重要 我覺得是看你的表現 那 我覺得 如果你很勤力 或者你很有那種 看到你那種上進的心 她就一定會加你分 那 千萬不要跟老闆說 你收了工資去玩 這樣 不然她就會OT你 可能